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印度最新的核能力弹道导弹潜艇 Ins Area的入役 这一举措被视为加强印度在与中国及巴基斯坦之间的核威设立 然而 尽管这艘潜艇的正式加入看似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印度在与中国的海军竞争中仍然显得力不从心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海军舰队和强大的核潜艇部队 这使得印度的两艘核潜艇在火力和射程上显的相形建筑 随着地区紧张局势的加剧 印度的海军发展不仅是对中国扩张的反应 也是对巴基斯坦潜在威胁的警觉 尽管Ins Area的入役象征着印度向海军和威慑力量迈进 但却也曝露了印度在这一领域的相对初期阶段 在面对中国的挑战时 印度必须加快潜艇的研发速度 否则将难以在未来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占得先机 今天的讨论将深入分析这一军事发展背后的战略意图 以及可能带来的地区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 六度解析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印度最新的核能力弹道导弹潜艇 Ins Area 以及它在印度与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 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下所扮演的角色 这篇文章来自CNN 详细介绍了印度最近将第二艘核能力弹道导弹潜艇 Ins Area 正式加入海军舰队的情况 我们将从多个角度分析印度这一举措的意义 及其对地区安全的影响 印度的国防部长拉贾纳特辛格 在8月29日的入役仪式上表示 Ins Area 的加入将有助于在该地区建立战略平衡 然而印度的核潜艇力量在规模和火力上 仍远不及中国 中国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舰队 其中包括六艘金级核潜艇 相比之下 印度的新潜艇Ariat 及其前身Ins Area 在核威慑能力方面明显逊色 根据导弹防御倡导联盟的数据 中国的潜艇能够携带多达12枚射程 至少8000公里的弹道导弹 并且能够搭载多个核弹头 而Ariat和Ariant的K15Sagreka弹道导弹射程 仅约750公里 这使得他们在印度洋的打击能力受到很大限制 难以对中国东部地区形成有效威慑 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由来已久 特别是在实际控制线附近的边界地区冲突频发 最近一次冲突发生在2022年 而2020年的一次冲突 导致至少20名印度士兵和4名中国士兵丧生 印度政府对Ariat的具体能力保持低调 只表示这艘潜艇在技术上进行了本土化的重大改进 使其比前身更为先进 自8月29日入役以来 印度甚至没有发布Ariat的照片 尽管如此 海军分析师认为 印度正在朝着发展海底和威慑力量的方向迈进 尽管这一力量可能不及中国的庞大 但足以对北京形成一定的威慑 印度正在研制更大更先进的潜艇 计划装备导弹射程可达6000公里的弹道导弹 这将使印度能够对中国的任何地区进行打击 美国科学家联盟的核信息项目副主任马特科尔达表示 尽管印度的海基和威慑仍处于相对初期阶段 但显然有意建立一支以弹道导弹潜艇为核心的先进海军核力量 然而根据历史经验印度的下一艘弹道导弹潜艇可能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投入使用 Inns Airat是在近7年前下水的 如果下一艘潜艇的建造时间与之相似 那么它将在2030年之前难以服役 尽管如此第二艘弹道导弹潜艇的加入对印度的海军和军事心理有着重要意义 美国新安全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汤姆·舒加特指出 这标志着印度在某种程度上向大国地位迈出了重要一步 他提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五个成员国 美国 俄罗斯 中国 英国和法国都拥有核能力弹道导弹潜艇 这也使印度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了一定的战略地位 中国对印度Airat的入议表示关注 国家媒体《环球时报》引用匿名中国专家的话称 印度不应利用这艘潜艇展示肌肉 报道称 核武器应用于维护和平与稳定 而非展示力量或进行核威胁 尽管如此 分析师们认为 印度此举只是对中国日益增大的压力做出反应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舰队 麒麟94型潜艇的常规和威慑巡逻 使得其他国家包括印度感到威胁 印度的潜艇发展不仅仅是针对中国 还包括针对巴基斯坦 孟买观察研究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阿比吉特辛格指出 印度扩展第二次打击能力的真正动因 实际上是巴基斯坦和中国海军在印度洋的显著增长 赫尔达表示 他更担忧的是这些潜艇携带的多弹头导弹 这种技术被称为多独立目标重返载具MIRV 也适用于陆基导弹 可能会导致地区不稳定 印度在4月宣布成功测试本土开发的 AgniV洲际弹道导弹 正式加入MIRV俱乐部 这一俱乐部还包括美国 英国 法国 俄罗斯 和中国 巴基斯坦也声称拥有MIRV技术 但专家们表示这一说法尚未得到证实 总而言之 印度的潜艇发发展不仅是军事实力的展示 更是地缘政治策略的体现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 印度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核威慑和海军力量 以应对来自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挑战 通过Ins Air Art的加入 印度不仅展示了自己的技术进步 也向世界表明起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中的决心和能力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请继续锁定六度解析 我们将带来更多深度报道 探讨全球热点问题的背后故事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印度的Ins Air Art弹道导弹潜艇的加入 无疑是印度海军的一大进步 这是对中国不断扩张的海军力量的一个强有力的回应 尽管目前印度的核潜艇数量和技术落后于中国 但这一新加入的力量象征着印度在核威慑和海军实力上日益增强 正如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所说的 强者的确立不在于他们的数量 而在于他们的决心 印度正是以这种决心来面对挑战和威胁的 大家好 我是谢琪琪 楚天书 你这话说的有点像自我安慰吧 就像一个手持木箭的小伙子对着一个挥舞宝剑的武功高手呐喊我不怕你 这根本不是决心的问题 而是实力的差距 中国的荆棘和潜艇可是能携带12枚射程8000公里的弹道导弹 而Ins Area的射程仅750公里 这差距可不是决心能弥补的 再说了 印度这艘潜艇8年前就下水了 如今才正式入役 这建造速度也让人捏把汗啊 谢琪琪 别急嘛 你看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的确 中国在数量和技术上领先 但印度也在逐步提升 印度正在研发更大 更先进的潜艇 其导弹射程可达6000公里 这将大大改变现在的局面 你知道 苏格拉底曾说过 真正的智慧在于知道自己无知 印度正是清楚自己的不足 才会勤奋努力 不断追赶 再说了 印度的发展不仅仅针对中国 还包括巴基斯坦 这可是全面的战略考量啊 楚天书 你这说法听起来像是未来的我一定会很强大的错觉 就像一个学习成绩不太好的学生 不停地说 我将来一定会成为顶尖学霸 目前的现实是 中国的海军力量已经是全球最大 潜艇的技术和数量都是印度难以契集的 再说 印度的这些未来计划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实现 这像是画饼冲击 对现实威胁起不到多大作用 更何况 中国还在不断扩大和提升自己的海军力量 这么看 印度真的是慢人一拍啊 谢奇奇 你这话有点像是不进则退的典型例子 的确 印度与中国在核潜艇方面存在差距 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无法迎头赶上 印度的军事和科技实力正在迅速增长 正如西班牙探险家科尔特斯所言 最困难的事不在于开始 而在于坚持 印度正是靠着这份坚持 不断在国防科技上努力创新 再者 印度的多弹头导弹技术已经取得了进展 这一点也能有效提高印度的核威慑能力 不久的将来 印度的海军实力将更加令人刮目相看 楚天说 你这话听起来像是阿Q精神胜利法啊 现实就是现实 印度的潜艇数量和技术短期内 难以与中国抗衡 你说的那些未来计划 听起来像是饿死骆驼比马大 但问题是 印度现在连骆驼都没有 只能骑驴奋斗 你提到的多弹头导弹技术 虽然有些进展 但与中国的成熟技术相比 仍然是小物件大物 面对一个不断扩张的中国海军 印度目前的潜艇力量真的有点力不从心 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啊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提供